你好 欢迎收看3月4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台湾县府为了持续推广凤梨世家 将前进东京国际食品展 而4号特别举行了记者会 现场饶庆林对冷冻加工后的凤梨世家非常有信心 他也期盼台东的凤梨世家能够在展中一炮而红 受到更多厂商以及民众的青睐 有效拓展国外的销售管道 3 2 1 台东冷冻世家 在思议的倒数声中 台东凤梨世家宣告前进十分重要的东京国际食品展 期盼能够一炮而红 受到更多厂商及民众的青睐 让我们冷冻世家能够进到东京 日本最大的一个食品展就是东京食品展 当初我们还不知道疫情的状况 但是我们就已经先报名了 因为我们认为如果疫情许可 其实县政府是会带团出去 那这次呢我们已经报名 然后东京食品展也要展出 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协力单位 台湾好农 然后我们的凤梨世家 以冷冻的方式 然后不同的展现 像全国的雪糕式的切片式的 全部带到日本 东京食品展中 将有全世界许多国家的 优质食品起居一堂 台湾县政府为了让凤梨世家 能够顺利的参展 事前必须克服许多的困难 我们要销售日本 以前就是不能以松开品的方式过去 那现在我们以食品的方式做销售 那这个凤梨世家 我们大概有这几种的国型 这几种的品项 那以前我们在做凤梨世家 鲜果销售的时候 常常大家会说 哎呀这个世家熟了吗 这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它是熟了 而且是熟度是我们掌握最好的 现在这个科技已经非常地好 这些技术我们已经调整得非常地棒 那现在来说的话 以前有可能你会吃到 七分熟八分熟九分熟 现在我们这个熟度是最棒最好吃的 县长饶清林也期盼 这次的参展能够顺利成功 争取到更多人的目光 开拓更多的销售管道 同时也不忘呼吁中央 重启与中国的对话 不要轻易放弃这个经营许久的市场 记得潘君伟台东市报导 如果我们来说明明天也未经营攝装 请避免